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从秦统一六国之后啊 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四百多位皇帝 他们有的在位时间比较长 比如说清朝的康熙皇帝在位长达61年 西汉的汉武帝在位长达54年 也有在位时间比较短的 十天或者几个月 像皇位就做了半天的金墨帝完颜成林 在位十七天的唐商帝李重茂 还有一月天子明光宗朱长洛等等 这怎么说呢 人生有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偶然 当然一般在位时间短的皇帝 历史上除了有名字 也不会留下什么名垂青史的事 也可以理解 你想啊 屁股都还没坐热呢 皇位就丢了 还能干掉什么呀 别着急点头啊 这里头有一位皇帝不一样 谁啊 这位名仁宗朱高赤 这位仁兄 皇位只做了不到十个月 竟然开创了仁宣之志 很有一番甩开膀子 要大干一场的架势 可是谁知道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正值壮年的他突然驾崩 那么问题来了 在位不到十个月的朱高赤 是如何开创仁宣之志 甚至获得仁宗这个妙号的呢 在这插一句 仁宗这个妙号可不是哪个皇帝 想得就能得得到的 因为这个仁呢 可以说是中国儒家学派 道德规范的最高准则 在四百多位帝王候选人当中 只有四位曾经获得过这个妙号 他们分别是宋仁宗 元仁宗 清仁宗 以及咱们今天要说的名仁宗 问题继续 这么短短不到十个月时间 朱高赤是怎么做到的 被后世追认为仁宗啊 他又是为什么突然就驾崩了呢 首先来说 这朱高赤的皇位是怎么来的 这一点呢 对于历史稍有了解的观众都清楚 那是从他那位篡位的老爹 永乐大帝朱棣手里边接过来的 他爹要是没篡位 或者说他那个堂哥朱允文 上位之后没有着急削帆 那么朱高赤 以他的温顺性格 那绝对是做仪式安乐王爷的 很可惜历史不是这么发展的 他那躁动不安的老爹 终究是没忍住 窜了位 皇位做了22年 最后在永乐22年 北征返京途中 病逝 那么历史就把朱高赤啊 推到了台前了 同年八月登基 改元 红西 咱们已经提前剧透了啊 属于朱高赤的高王时刻并不多 历史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不过他像是提前知道了这些一样 登基之后 毫不犹豫 一改自己老爹 浩大喜功的做派 针对父亲 伐漠北 征安南导致的民苦 谣逸的现状 颁布了宽序之令 赈灾 免付税 与民同立 紧接着在政治上 朱高赤也改变了永乐潮 内阁 只被顾问的权限 赋予了隔臣 参赞基要 等等权利 光是这两项举所 一时之间就让已经内耗过度的 大明帝国进入了平稳发展的时期 当然了 朱高赤做的远远不止这些 甚至在死前不久 他还颁布了一份诏令 进一步告诫 司法当局要依法判决案件 插一句 您要是对他爷爷朱元璋的 所作所为 所了解的话 恐怕就能够明白 依法判案这四个字 对于明朝来说 分量有多重了 朱元璋那是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尤其是统治的后期 几乎是全凭个人猜忌和喜好来判案的 朱高赤一再强调 尤其是针对死刑犯的判决 那更是要在程序上反复的核查 验名正身 还有不许对犯人驱打成招 也不许在惩处犯人的时候 搞连作亲属那一套 您再想一想 他爷爷朱元璋和他老爹朱棣的做派 咱们节目之前提到过 连作别说九族了 十族都干过 所以可以想见 如果朱高赤的皇位能够再做久一点 时间再久一点 明朝将进入一个怎样的开明盛世 这一点明史当中就提到了 说朱高赤在位时间不足一年 用人行政善不生疏啊 假使老天能够让他多活几年 寒如休养 德化兴盛 绝对可以与汉朝文景之志相媲美 当然就这十个月不到 他也为任宣之志这个明初三大盛世 开了一个好头 绝对当得起一个人字 那么关键的问题来了 这么好的一个皇帝 他怎么就突然驾崩了呢 死因是什么呀 这一点不好意思没人知道 这事一度还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个悬案 有人猜测 他是死于后宫的宫斗 被误杀了 也有人说呢 他是被大臣活活给气死的 还有人说 他这是服用丹药的结果 等等等等 众说纷纭呢 那么 人宗皇帝朱高赤究竟是因何而亡 林林总总的这些个说法 究竟有没有站得住脚的呢 别着急 咱们下节揭晓 人宗皇帝朱高赤在位不足十月 却开创了人宣之志 天度英才 无端去世 这背后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隐秘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名人宗朱高赤只当了不到十个月的皇帝 就驾崩了 死因一直让人琢磨不透 历史上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说法 您可能会问了 难道他就没有可能是正常死亡的吗 这怎么说呢 只能说 可能性不大 因为他是头一天生病 第二天就死了 这个时间快到让人就根本没有办法相信 这属于正常死亡 那如果是非正常死亡 死因会是什么呢 咱们一个一个来排查 首先一个 有人说朱高赤是被误杀的 被谁误杀的呢 他的宠妃 郭贵妃 理由是什么 朱高赤驾崩之后啊 这个郭贵妃居然为朱高赤殉葬了 这事怎么说呢 本来在这个明英宗之前 明朝皇帝的妃子给皇帝殉葬 那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制度如此啊 可是以郭贵妃的身世和受宠的程度 那就真的有四个字叫大可不必了 这么跟您说吧 郭贵妃的爷爷 武定侯郭英 郭英什么人呢 早在朱高赤的爷爷朱元璋在豪州参加红金军的时候 他就跟着朱元璋干 郭英的妹妹还嫁给了朱元璋为妾 后来被封为了宁妃 郭英的儿子郭震娶了朱元璋的女儿永家公主 被封为驸马都尉等等 总之两家是世代联姻呢 关系不是一般的好 所以这个郭贵妃啊 称得上是家世贤贺 再一个说受宠程度 您听听这名头 郭贵妃 贵妃是个什么地位 所有嫔妃当中的头一号 可以说是最受宠的嫔妃了 而且这个郭贵妃还给朱高赤生下了三个皇子 就这种受宠程度 根本不需要给朱高赤殉葬 可是他偏偏就殉了 所以有人说 据此猜测 就是他失手误杀了朱高赤 所以必须殉葬 你要问了 为什么又说是失手还误杀呢 来听这么个故事啊 说是在明嘉靖年间 有个叫做朱允明的文学家 这个人您八成是听过 他的号叫知山 没错 爱看影视剧的朋友肯定有印象 他就是唐伯虎的好朋友 江南四大才子之一 朱知山 说回来 朱知山在他的著作《野记》当中 写了这么个事 说是有一天 说人宗皇帝朱高赤举行宴会 在这个酒席宴上 郭贵妃就要给当时的张皇后敬酒 可是张皇后不愿意喝 拒绝了 旁边那个朱高赤 见自己心爱的贵妃脸上有点挂不住 就赶紧站起来解围 说哎呀 这个贵妃敬酒 怎么能不喝呢 这个张皇后呢 也是特别的硬气 我就是不喝 仍然拒绝 这朱高赤没办法了 只能把郭贵妃手中的酒杯 抢江过来 自己养拨一口干了下去 亲自下场 为郭贵妃是解了围了 可是问题是 他这么一喝 把郭贵妃吓了一大跳 当即是大惊失色 可是也来不及了 酒下肚 当时就发作了 人瞬间就倒下 没错 酒入有毒 也就是说 这个郭贵妃原本是想 毒死张皇后的 理由不难猜吗 受宠贪心 想娶皇后而代之吗 结果呢 没想到把郑贵妃给毒死了 您说说 这个事找谁说理解 怎么话 说回来 朱高赤这个死法 是否站得住脚 有专家论证过 结果是不太可能 为什么呢 说两点 第一 这不符合制度 您要知道 咱们中国古代的皇帝 甭管是吃还是喝 那都是要经过 严格的检查制度的 但凡要入皇帝口的 那都必须是 一而再再而三的 严格检查 就怕有人下毒啊 那么这皇上 怎么可能直接喝 贵妃杯子里的酒呢 是不是 好 咱们再退一步 就算这个朱高赤 宠爱郭贵妃啊 心切上头了 没想那么多就喝了 这也不对劲呢 怎么呢 上过酒桌的观众就清楚 敬酒一般都是 自己先喝的呀 哪有你举起酒杯敬酒 自己不喝 还则罢了 还把这杯酒 递给对方喝的呢 是吧 你别说在处处 都是规矩的古代 还公平 就是今天您这个行为 不也是怪怪的吗 是吧 所以朱高赤 被郭贵妃误杀 这个说法 是不成立的 这里边还有一点 需要解释一下 如果不是被郭贵妃误杀 以郭贵妃的身份 地位 他为什么要殉葬呢 专家也说了 八成就是张皇后的主意 您想啊 皇上不是宠姓你吗 是吧 皇后能不嫉妒吗 尤其朱高赤 还一度把郭贵妃 封为父母仪 也就是父皇后 你想想张皇后 心里什么滋味 朱高赤一死 张皇后就成为了皇太后 她能不公报私仇吗 皇上喜欢你是吧 那好 你就随他去吧 这个逻辑是不是 合情合理 再来说 这朱高赤 不是被郭贵妃误杀 还会有什么死的可能性呢 有人提出啊 说他也有可能 是被自己的大臣 给气死的 有观众可能会觉得迷惑啊 前头不是说 朱高赤妙号人宗吗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皇帝吗 大臣们不应该是 拥护爱戴他吗 气他干什么呢 而且还给气死了 我跟你说啊 被气死这个说法 人家是根据 朱高赤自己说过的话 推测出来的 根据明史记载 朱高赤 首先呢 是生病 然后就对身边的 陪伴他的人说了一句 实免庭如我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有个叫做实免的人呢 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在朝堂之上 羞辱了我 说完之后 还大发雷霆 然后就驾崩了 要真是这样的话 还真就是气死的 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咱们先来看 这个实免是什么人 他有没有 或者说哪来的胆子 羞辱皇帝 根据实料记载 这个实免呢 全名叫做李实免 当时官居是汉林院士读 也就是陪着皇上念书聊天的 这么一个官 这李实免呢 确实有这么一个特点 就是直率 用咱们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说话不怎么好听 哪壶不开提哪壶 净条你不爱听的说 那么他跟朱高赤说了什么呢 明史当中倒是没有明确记载 不过提了这么一句话 您听听啊 说人宗怒慎 赵治变殿 对不屈 意思是说 人宗皇帝极其愤怒 可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他又不好辩驳 只能把这个李实免 叫到休息的变殿 跟他讨论 可是谁知道这个李实免 那不识抬举 还抬杠 硬杠 把朱高赤给气的 一声令下给我打 生生打断了三根肋骨 人都昏死过去了 后来拖出变殿 是满朝文武都求情 这才没有杀了李实免 好 李实免的小命是保住了 可是皇上的气还没消啊 七个半死 临死之前还记恨这个事 有观众要问了哈 要真是被这么气死的 难道事后就没有人追查吗 因为说还真有 据说当时的张皇后 就认定自己的老公 就是被李实免上书给气死的 非要杀了他 给朱高赤报仇 张皇后 那会儿应该是张太后了 他这么一开口啊 这事必须得查吧 结果怎么样呢 负责追查这个案子的人 不是别人 就是继任的皇帝 朱高赤的亲儿子 叫朱瞻基 为了慎重起见 他决定亲自提审李实免 上来就问 别的咱先不说 你就说说你的上书里边 都写了什么 李实免倒也不慌 说我没写什么呀 大概是说 梁阁中不宜禁嫔妃 皇太子不宜援左右 意思就是说 皇上您在那个通风的 透梁的亭子里边 不要跟嫔妃们 循环作乐 小心身体 还有一个 别让太子离开北京 要防止有什么不测 朱瞻基一听 这话句句都在点子上 吃胆中心 怎么就把先帝给气死了呢 不可能 这郭呀 一定不是李实免的 他不用背 你走吧 官复原职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就这么着 把李实免给放了 听到这儿 您是不是 明白了一点 也就是说 朱高赤不可能 是被李实免给气死的 不然当儿子的 朱瞻基能放过他吗 好 那要不是被 郭贵妃误杀 也不是被大臣给气死 朱高赤的死 还会有什么死因 有人就大听到 说这个朱高赤啊 身体一直不太好 其实是长期吃药 这个药的毒副作用 发作 给毒死的 有点乱啊 来 慢慢给您解释 说是在正德年间 有一个叫做 陆毅的进士 他就感觉 任宗皇帝死得 太过突然 太过蹊跷 坊间是各种传闻都有 可是到底怎么死的 没人知道 所以他就带着这个疑问 找到了一位资深的太监 打听这个事 没想到啊 还真问对人了 这个老太监 说自己门清了 坊间这些说法呀 推测呀 皆不然 改阴正也 意思是说啊 这些说法都不对 任宗皇上 其实是得了阴正 什么叫阴正 这个不太好解释啊 他其实是中医的一种说法 叫做外邪入阴经 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阳虚啊 那么得了这种阴正呢 就得服药补阳气 什么药能够补阳气呢 有观众肯定已经想到了 那会儿皇帝信什么 道教练丹呗 人宗时期的御史 孙汝敬 有一句话 佐证了这个事 他说皇上啊 就是 简人小人 献金石之方 以至吉也 就说这个皇上啊 就让那些个阴险狡账的 小人献上来的 所谓金石之方的 毒服作用 给害死的 这个金石之方 是什么呢 不就是道士们 炼制的丹药吗 那么 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 这么说吧 靠谱又不完全靠谱 什么意思呢 先说靠谱这个层面 确实 朱高赤身体 一直都不太好 外在的主要表现 就是胖 胖当然不是病啊 可是太胖了 也要命啊 是吧 你得分胖到什么程度 据明史 朱高旭传记载 说有一天呢 这个朱棣 也就是朱高赤 他爸爸带着几个儿子 一块去拜夜明孝陵 走在路上呢 由于朱高赤身体 过于肥胖 两个太监给扶着 还晃晃悠悠站不稳呢 几步路走的是直摔跟头 这就引得弟弟朱高旭 一顿的奚落嘲笑 您说说这么胖 还阳虚 是吧 在古代那个大环境下 吃点丹药不顾身子 是不是合情合理 再一个 前头不是说朱高赤 被李氏勉气得半死吗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朱高赤临死之前 脾气很异常 您要知道朱高赤这个人 生性比较温和 甚至还有带有几分的懦弱 那怎么会突然脾气这么大呢 还当场派人 把李氏勉打得昏死过去 这很有可能 就是服用了补羊的丹药 导致脾气暴躁 还有最有利的一点 这个朱高赤死的地点有问题 按说皇上起居都在前秦宫 死在那比较合理 可是朱高赤却死在了 钦安殿 钦安殿干嘛地啊 巧了 当时他就是皇宫里 举行道教法师的地方 虽然说史料里边 并没有记载说 他临死之前在里头干了什么 可是在这种地方 还能干什么呀 你琢磨琢磨 不就是吃丹炼药吗 所以仁宗皇帝朱高赤 是吃丹药导致身亡这一点 八成是靠谱的 那么 为什么又说不靠谱呢 这里头有一个小细节 非常的耐人寻味 这么说吧 假如朱高赤 就是服用丹药导致的死亡 那么这属于一个偶发事件 对不对 而且药物的毒服作用 这个事情很难说 你也不知道哪一天才会发作 可是有一个人知道 而且掐得很准 你要说这个人 跟朱高赤的死没有关系 我第一个不相信 谁呢 您听好了 他的亲亲宝贝儿子 朱瞻基 啊 难道是朱瞻基 是父不成 下结束 太子朱瞻基 为何能准确掌握父亲 朱高赤的死亡时间 在这场扑朔迷离的案件中 朱瞻基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名人宗朱高赤 很有可能是为了补所谓的阳气 吃丹药 然后毒服作用发作 而驾崩了 不过这里头有一个事情 非常之蹊跷 那就是他前脚驾崩 后脚儿子朱瞻基 就回了继位了 您要问 皇上死了 那可不就是太子继位吗 蹊跷在哪啊 跟您说 这事蹊跷就蹊跷在 朱瞻基回来的过分及时啊 什么意思 皇上朱高赤是红西元年 也就是1425年的 5月11日生的病 然后就派人写了赤令 叫皇太子朱瞻基回北京 那么朱瞻基这会儿在哪呢 南京 您琢磨琢磨 朱高赤这边5月11日出发 而朱瞻基呢 是6月初三就到了北京了 掐头去尾就20天 这里得提醒您注意啊 从北京到南京 往返路程将近2000公里 20天到达的话 那平均每天得走100公里 而且皇太子出行 他不能是一个人啊 是吧 各种随从一大堆 人越多 行进的越慢 你又不是急行军 对不对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 朱瞻基是怎么这么快 从南京跑到北京的呢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朱瞻基 根本就不在南京 您要觉得这个距离上 还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再跟你说个事 当时朱高赤驾崩之后啊 由于皇太子不在身边 所以大臣们就选择了 先密不发丧 为什么呢 怕有人钻空子 谁会钻这个空子 人宗皇帝朱高赤的亲弟弟 汉王朱高旭啊 有观众或许知道 这个朱高旭啊 在他爹朱棣在位的时候 就蠢蠢欲动 一直就看不上 当时还是太子的朱高赤 更要命的是 这个当爹的朱棣 还很喜欢朱高旭 甚至一度鼓励他说 如努力 世子多吉 意思是 你可要好好努力啊 好好表现啊 你哥哥朱高赤 虽然是世子 可是他身体不好 剩下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这都几乎谈不上暗示 简直就是明明白白说出来了 你哥哥身体不好 暗示自己的 或者明示自己的二儿子 这个世子的位置 甚至说后头的太子的位置 早晚是你朱高旭的 结果没想到 朱高赤命还挺大 熬到了登基 朱高旭也没有办法 可是这会儿朱高赤没了呀 你说这个朱高旭 他能坐得住吗 绝对不能够啊 这不 他在得到消息之后 第一瞬间就一个念头 那就是不能让朱棣基 接到继位诏书 那么怎么才能够阻止呢 朱高旭就派了一支精锐骑兵 在北京和南京之间的乐安 就是咱们现在山东惠民县 设下埋伏 准备把皇太子 结杀于半道 那么结舌倒没有呢 咱们知道后来的历史 是显然没有的 可问题是 按照距离推算 如果朱瞻基 真的在南京街道赤令 往北京赶的话 朱高旭至少 有整整17天来设服 时间可以说是相当充足 可是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朱瞻基竟然在他的 伏兵到达指定位置之前 已经越过伏击点了 这个事儿等于是 再次佐证了 朱瞻基并不在南京 您再往深了一想 他不在南京 可是皇帝召回他的赤令 是往南京送的 他又是怎么知道 父皇去世的时间 还准点赶到北京继位的呢 只能是 他提前知道了 父亲朱高赤 会在那一天去世 那么 他怎么才能提前知道呢 有人就推测了 很有可能是朱瞻基 直使亲信 在父亲朱高赤服用的 丹药里边 做了手脚 那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人家也说了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 忌惮自己的叔叔 朱高絮 因为朱瞻基很清楚 父亲朱高赤啊 体弱多病 随时有驾崩的可能 可是他却被派到了南京 因为父亲准备迁都南京 这就意味着 有很长一段时间 父子二人是要分开的 朱瞻基就担心啊 父皇一旦驾崩 他根本就没有时间 及时往北京赶 这就让叔叔钻了空子了 所以才出此下策 就连朱瞻基自己都说 史智俱还 非众所策 意思是说 我到了南京 就回到了北京 来往如此迅速 可不是你们猜的原因呢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人家也没说 总之一切就俩字 你猜 那么朱高赤死因的 这个说法靠谱吗 也是两个字 难说 只能说朱瞻基的诡秘行为 跟这件事情 肯定是沾边的 这个逻辑推理是靠谱的 事实上是什么呀 还需要有新的历史材料出现 才能够进一步证实 那今天就只能说到这儿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抖音号 和微信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